露丝你好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苏菲新品早安库的发布会现场 来 先请您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露丝 哇 大家真的非常的激动 今天看到露丝真的感觉是元气满满 越来越漂亮了 而且状态也越来越好了 很想问一下最近有没有什么 谢谢大家的支持 想问一下露丝最近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吗 最近我去旅游了 然后在阿纳亚 阿纳亚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对 因为春天了我觉得就是适合旅游 所以就去了阿纳亚 然后有露Vlog到时候发给大家看 大家有没有觉得露丝今天穿的也特别有青春的气息 是不是很可爱 是不是很漂亮 那露丝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今天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身穿搭吗 我觉得今天跟我们的这个新品很搭 我就是一个就是早安裤变身的一个早安小女孩 就是这样 知道穿的美美的穿的甜甜的 自己的一整天的心情也很好 就像粉丝看到你一样整个人心情都会好起来 那我也关注到你手里拿着的这一个小礼袋 我们可以看一下里面的东西吗 当然可以 好 来 我们请李懿小姐上来帮她拿一下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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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我们可以看到露丝现在手里拿着就是我们这一次苏菲新发的早安裤 那不知道露丝平时在工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工作时期和生理期正好撞档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困扰 非常有困扰 对 因为如果特别是因为我古装戏拍的比较多 其实会有很多在拍威亚的时候就其实会拍 会对于女生来讲不是很方便因为穿威亚脱威亚是一个很花费时间的事情 所以经常我会之前会把安心那个安心裤然后用在白天 对 然后我觉得苏菲就是一个非常能够照顾到所有女生的小心思 然后我一直都在想说什么时候能有一个白天适合的安心裤 然后我觉得这一款当然就让我觉得这个发明这个研究真的让我觉得特别好 太棒了 就穿脱起来更加的方便了 诶 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初次使用我们安心裤的感受 特别方便 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宝贝们就是觉得换会很麻烦 因为它是一个设计就是它可以一开一丝然后一贴 它是不用像我们晚上的安心裤那样 就是你可能要全部 谢谢啊 谢谢 有在听讲 很乖 对 然后会很麻烦 它是一个安心裤的一个感受 但是呢 又非常的方便 就可以直接日常更换这样子 所以其实白天出行 出门旅游 工作的时候 早上白天更换都会更加方便 好 好 谢谢露丝给我们展示哈 我们可以给你一小姐姐 好 那看到这里相信大家一定会非常好奇我们的苏菲早安库它到底好在哪里呢 好 接下来我们将有请苏菲市场部的COCO带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款新产品 也请露丝一会儿化身我们的实验小助手来帮我们一起完成实验的过程 好 来 我们露丝可以到台侧 稍稍等待一下 露丝 你要不要先猜一猜我们一会儿会进行的实验是什么 我觉得一会儿进行的实验应该就是大家比较担心的 比如说它的舒适度 比如说它是如何方便的 然后呢 比如说它能够承载我们多少容量 对不对 我觉得今天是所有女孩子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跟我们苏菲的工作人员们 然后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实验 让大家更好的 更贴切地感受到 这一次新品带给大家的感受 好不好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露丝化身我们的实验小助手 和我们的苏菲品牌方代表 一起来完成接下来的三个小实验 好的 首先大家好 我是来自苏菲市场部的Coco 非常开心今天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们超级美丽的露丝一起给大家介绍我们早安裤的产品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啊 它的裤身是非常轻薄的 而且是一个浅色的设计 所以呢 就是像现在天气也越来越热了 女孩子们白天穿的衣服会越来越薄 颜色也会越来越浅 这个时候呢 穿上我们的早安裤出门是完全不用担心有任何尴尬问题的出现的 然后呢 长时间的穿着也完全不会去闷汗 穿起来是非常舒服的 还有就是 包括刚才露丝有提到说 自己在片场拍古装戏的时候时间很长 其实我们自己白天工作的时间也是很长的 所以呢 这个时候如何去跟胖一贵身经就成为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所以呢 就是想要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通过我们的早安裤来解决更换方面的不方便 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产品 它呢 有腰贴和蝴蝶鞋设计的这一面是正面 大家穿的时候千万不要搞错了 然后呢 就是给大家演示一下穿脱的过程 尤其我的同事家家配合我一起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是自己的双腿 然后第一步呢 是一开 打开一侧的开合式腰贴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条一丝线的丝线 然后就进入第二步 一丝 我们呢 就研究这条一丝线把它给撕开 第三步 一贴 就是把它绕在腿上贴住 就是可以辅助我们完成另一边的操作吗 什么 可以辅助我们完成另一边的操作是这样吗 其实我们穿脱早安裤的秘诀就是三步走 一开 一丝 一贴 一开 一丝 一贴 超级棒 然后最后我们轻松一提就可以穿好了 是不是非常方便 好 好 那不知道 陆思觉得不知道陆思觉得我们这个穿脱的时候 女生使用起来方便吗 非常方便 比如说因为现在不是很流行 穿那个下面可以就是 就是泳衣 然后泳衣吊带配牛仔裤吗 一体式的那一种 对 一体式的衣服其实会很麻烦 包括连带裤 对 除了演员来讲呢 我觉得宝贝们在日常生活中啊 也会有遇到说 比如说今天那个不好找厕所 比如说那个不方便 然后人很多要排队 马上五一加七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觉得在日常白天需要一个非常透气且 舒服的一个产品去照顾我们女生比较敏感的时期 对 所以这一款呢 我是非常推荐的 是的 所以朋友们你们get到了吗 我平时出去玩啊 都可以穿上我们的早安裤 一开一丝一贴 三步轻轻松松的穿上它哈 那在实际的使用当中 不知道我们早安裤的腰贴的固定性到底怎么样 很厉害 我第一次见到拿腰贴固定性这个 拿这个来实验的 这个我真的没有想到 这个还挺重的 1.5公斤呢 对 但是这个真的 今天来健身了 挺厉害的这个 好 那我们拿着这个哑铃来试一下 我们的这个腰贴 牢固度到底怎么样 这是露斯举过的哑铃哦 我们用它来尝试一下 我们这个腰贴到底贴得牢不牢 承重能力非常好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哈 我们早安裤的腰贴呢 它非常的方便穿脱 同时又很牢固 给人满满的安心感 那么接下来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 亮大的女生会使用到早安裤 她的吸收能力到底如何 好 我们想请露斯继续参与我们的实验 好 接下来请Coco来带领我们的露斯 一起完成这一个实验 那么在开始实验之前呢 也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是为了方便给大家展示 所以呢把裤子的吸收体部分 把它给摘出来了 然后这两杯液体 它也是等量的 有请露斯一起 有请露斯一起跟我倒一下这个液体 倒在中间的吸收间就好 好 我们可以举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哈 咱们早安裤和其他产品的一个对比 会明显地发现早安裤这边的吸收量更好 它的颜色更浅 也就意味着早安裤的吸收能力是更加强大的 你有发现有这个明显的区别吗 颜色上呢 对 就会觉得这边是表面上是很干爽的 所以就是不管是有就是亮多的话 它的表面也会很干爽 不会让我们觉得很潮湿的感觉 是的 哦 没错 是的 但这个就湿湿的 这个就干干的 对 然后尤其是我们现在天气也越来越热了 然后大家白天出去的话 如果说它吸收的会比较快 液体可以快速地吸收到这个晶体的底部 我们就不会有觉得粘腻或者不舒服的情况出现 是的 也非常感谢两位品牌方给我们带来的演示 好 我们请工作人员撤一下道具 那接下来我们要考一考露斯咯 我们想要让露斯看看刚才的实验小助手 有没有get到我们的知识点 一会儿我来问您问题您来答 如果答对了 我们就给现场的粉丝送领悟好不好 好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准备了三个快问快答的题目 好 我们来揭晓一下 我们可以稍稍移步到舞台中间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是 早安裤穿脱的口诀是什么 一开 一丝一贴 哇 非常厉害 一开 一丝一贴 非常到位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 早安裤要如何分辨正反面呢 就是有蝴蝶结的那一面是正面 是的 有蝴蝶结有腰贴的那一面是正面 好 第二集答对了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集是什么 大家会在哪些情况下穿早安裤呢 比如 举个例子 今天啊 今天 今天其实很适合 因为我看到 我看到你们早上 早上就来了 对不对 辛苦你们啦 辛苦啦 对 像 像今天的话就比较适合 就是比较不太方便的时候 然后包括出去玩的时候 然后像我工作的时候 出差的时候都是可以的 是的 所以使用场景还是非常多的哈 那露丝已经帮我们回答对了全部的问题 可以给大家争取到礼物哦 朋友们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想请露丝在一到二十个数字当中 选一个数字 为大家送出我们的苏菲早安库的自由出行 众望礼合 在一到二十当中选一个幸运粉丝 选酒 选酒 酒代表长长久久 对 长长久久 好 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在入场的时候啊 给大家发放了一个号码牌 赶快看一下 谁的号码牌上是数字9 在哪里 数字9 在哪里 好 来 我们请李一小姐姐给她递上我们的礼物 好 这一份礼盒是露丝提前亲笔签名过的哦 好 恭喜你 我们也请李一小姐姐给她递上话筒好不好 我想问一下这位9号小姐姐收到了露丝的礼物之后 有什么样的感想 心情怎么样 我窒息了 我窒息了 好激动 一定要试试看 一定要试试看 好的好的 已经湿了 小姐姐叫什么 我的名字 天天棋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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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有看到你的小红书 啊 我告诉你们啊 路思真的是12级冲浪网素 你们在某红某书上发的东西 路思在很像上来的看到了 我比较爱看粉丝发的一些东西 对 我们工作人员都在说你的网速也太快了 对 好 那这一款早安库的自由出行礼盒呢 正是我们苏菲的天猫旗舰店同步在售卖的 有需要的小伙伴现在就可以在线下单 听说会有很多路四的惊喜周边相送 好 那各位现场和线上的朋友们 此时此刻我们的活动也正在苏菲天猫旗舰店的直播间同步进行 线上的朋友也可以参与到我们天猫苏菲官方直播间的抽奖活动 想要第一时间收到苏菲早安库新品呢 您可以持续锁定在我们的直播间更多的惊喜周边等您来允许 那今天除了线上的朋友可以获得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礼物 现场的朋友想不想要路四给你准备的更多礼物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开始DIY 我们想请路四给大家现场DIY我们的扇子 我们准备了小扇子和小贴纸 好 路四请坐 坐在这儿吗 是的 好 来给我刚才开了两把扇子啊 好 接下来我们的路四要发展一下开展一下自己的巧思 看看会创造出怎样非常独一无二 每一把扇子都是路四亲手制作的独一无二的早安日的扇子哦 是两把扇子 我们一把送给线上的粉丝 一把送给线下的粉丝 我们路四真的是很认真的在思考到底应该选哪一个贴纸贴上去 苏菲 苏菲 果然非常有设计感哈我们的贴纸处处都可以贴 哇 可爱可爱 好的 我们的两把扇子制作完成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 那我们选一把扇子送给现场的朋友哈 你想选哪一把扇子送给现场的粉丝 好 现场的粉丝来选择一到二十数字哪一个数字 十五十五给他十五十五啊我们十五的朋友一直在旁边呐喊 好 来分享一下你的感言好不好 我感觉晚上睡觉半夜起来都十五十五 半夜三点起来十五十五给他给他 有什么话想对路四说的吗 赶快 特别激动 我会一直一直支持路四 然后支持他所有代言的品牌 谢谢你的支持 谢谢你的支持 那我们还用一把路四的扇子哈 一会儿会在线上线上抽送给各位粉丝朋友哈 那呃 现场的感谢各位的朋友的支持 一会儿另外一把扇子呢 我们会在苏菲品牌官方微博账号 以抽奖的方式送给到大家 所以没有关注的话可以先去关注一下 苏菲品牌的官方微博账号 我们将在微博上抽送给大家 好 来 谢谢路四 好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去哪里都自由 想问一下路四 听到自由这两个字 你会想到哪些场景 呃 大海 大海 对 天空 自由浪漫 对 可以四处奔跑非常自由 对 嗯 那要什么 蝴蝶 没错 在这样的环境下 是不是也会让你觉得很放松很安心 是的 哦 那说到安心的状态 我们不得不提到今天的苏菲安心库 和今天即将发布的苏菲早安库 就是想让更多在生理期受限的女性朋友啊 能够提供给大家更加安心的支持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让我们来一起聚焦大屏幕 看一下路四是如何演绎 早安库的自由美丽 早安 早安 早早号 向自由出发 早安 早安裤在场 去哪里都自由 我的自由新选择 一开 一撕 一贴 白天穿着早安裤 谢谢大家的支持 好 欢迎路四继续回到舞台中间 路四刚才我们看你拍的宣传片 里面有很多的场景 所以在拍摄的时候 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 拍摄 在 刚刚有没有认真看 谢人 因为我在拍摄的时候 其实是在跑步机上拍的 然后中间还有一个骑自行车的片段 其实那个也是假的 其实我觉得你在绿幕拍摄 真的非常需要演技 想象出各种各样的场景 但是演绎得非常好 没错 大概是把所有的反应都演了一遍 然后选出来的反应 而且我们也看到宣传配音当中的自行车 我们今天是把路四在拍摄的时候 同款单车带到了现场 一会儿在活动结束之后 各位粉丝也可以和我们的单车进行互动 进行打卡来进行拍照 好 那我们也看到路四经常会在各大社交平台 分享自己的日常照 而且我们觉得你摆的pose都非常的好看 很多的朋友可能摆pose就只会 耶 你剪刀手 但是马上这个春日出游 像五一姐要到了 有没有什么好看的pose可以教教我们 我觉得出去玩 最重要的其实也不是拍照了 就是大家自由自在地享受春天 然后享受这个春天环境的变化 我们人的变化 然后好好休息 因为最近春天也是换季期 所以希望大家都保护敏感 好不好 那能不能教我们一些pose 然后也可以跟这个单车一起摆pose 好呀 但你们知道 因为我拍照很做作嘛 就是 这个吗 那我就骑回成都了 那我先走了 这是pose 1 这是第一个造型 大家赶快拍照 赶快拍照拍下来 第一个造型 是不是 截图了吗 线上的粉丝还可以截图 哇 非常的自信靓丽啊 很有春天的气息 一会儿朋友们 现场的朋友也可以 等活动结束之后 来跟这款同款单车打卡哦 好 那个是我们用单车摆的pose 如果我不使用单车 有什么pose呢 我拿我自己的这个应援的 很自恋吧 如果 如果不用单车的话 有没有什么pose 可以给大家摆一下 好 这是刚刚收到的粉丝礼物哦 这怎么拍呀 这就是这样子 镇静为座 这是老看不造型吗 收到锦旗 经典笔业 哇 好可爱 是不是 哇 还会晃动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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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没有叫到你居然 很尴尬 没有关系 收到了他们的信 这个要还给你们吗 还是让他收下 收下收下 还有还有啊 是这样用的吗 镂空是这样用的吗 手机壳 这手机壳 了解了 这是手机壳 懂了懂了 发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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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回成都了 先走了啊 好了 骑着单车 直接回成都了 是吧 好 非常感谢大家 送到的礼物 大家的心意 露丝都已经收下了 也都已经看到 大家的礼物 接收到了 大家的表白 也谢谢 非常感谢大家 对于苏菲 对于露丝的喜爱 谢谢大家 对于露丝的喜爱 露丝果然是非常的充分 本来只要给大家带来春日三连排 现在是春日恩脸排 对不对 好 谢谢 谢谢大家对于露丝的支持 好 那同时 线上正在收看直播的各位粉丝朋友们 稍后呢 我们也会继续通过线上抽取福利的方式 给大家送上礼物 所以大家可以持续关注 在我们的天猫苏菲官方直播间 那么刚才在录制的video里 很热是不是 正好晒扇子 对 我每次跟大家见面 我的感觉 心情激动 就是我每次跟我的粉丝见面 可以让我 就是这个多巴胺 分泌的 很旺盛 对 所以这个人也很热起来了 对 好 跟你们见面有 那个减脂的效果 有减脂的效果 有减脂的效果 别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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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刚才我们看到 露丝露织的这一个video里面 让我们印象很深刻的是 早安 跟大家问早安的部分 好像说的是 方言 对 大家想不想跟露丝学一下 成都方言早安怎么说 现场有没有四川的朋友 哦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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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湖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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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的 江西的 哦 你是湖南的 对 没错 就想骗我 那我们 那 那 那 死权了 死权了 我们一起说话 好 三 二 一 早上 好 早上 好 好 好奇怪 在上海一群人早上好 啊 我们也学会了 早上好 哇 学会了 学会了 以后跟人家问好 我去成都的时候 就这么跟人家打招呼 其实成都 我想要我们早上说什么 早上好 早上 哎 我们说早上好吗 我们说什么 哦 嗯 差不多吧 嗯 好 那今天 其实露丝刚才也说了 感觉来上海 说的是 成都的早上好 那不妨学一学 上海的早上好怎么样 好呀 现场有没有 会上海话的粉丝 教一下我们 露丝怎么说 来 我们工作人员 递一下 麦 递一下我的麦克风 哈喽 露丝 你好 你好 我来教你两句上海话 好 一句是你好 然后 龙虎 我说 能好 能吃饱了吗 啊 好了 哈哈 能吃好了吗 嗯 说好了是什么意思 你吃 哦 吃饱了吗 哦 吃饱了吧 吃饱 哎 好 那我叫第二句啊 早上好 我们上海话说 左上好 你们说露丝说的好不好 那 gid天开心吧 天性啊 哇 露丝学了很多 说得很标准 对不对 真的是学了很多上海的方言 真的是非常的充分 来到上海学了上海方言 那接下去肯定期待你有更多的语言天赋 然后解锁更多的方言 好不好 活呀 活呀 好的 好 那如果说让你跟各位粉丝 安利一下早安库 用一句话安利的话 你会怎么说 这是我穿过最舒服的 最舒服的 你也是 今天才发售 你又没穿到 你骗人 哦 你们买预售了 是不是很很亲肤 完全不会勒痕 对不对 而且很方便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女孩子们 就可以来尝试尝试 这个非常非常舒服的一个设计 如果你喜欢晚上穿安心裤的话 我相信你一定会更爱这个早安裤 是的 所以之前使用过 晚上的夜用的安心裤的朋友们 现在白天也可以使用一下早安裤 来get我们的露丝同款早安裤 那刚才聊了很多啊 我相信大家已经非常期待 我们现场的朋友 线上的朋友 还有露丝一起来揭晓苏菲早安裤 这款开创性的产品了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 有请苏菲品牌方 以及我们的天猫欢聚日的代表登台 好 我们将有请苏菲品牌方 以及天猫欢聚日的代表登台 为早安裤进行剪彩仪式 好 来吧 好 接下来即将有请苏菲品牌方和赵露丝女士 为我们共同开启苏菲早安库的新篇唱 请现场所有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高呼 早安向自由出发 并邀请台上的四位嘉宾共同剪彩 三 二 一 早安向自由出发 早安库戴手去哪里都自由 好 谢谢各位 好 来 我们请四位嘉宾来到舞台 稍稍往前走两步 然后我们一起合影留念 好 来 我们请四位代表来到舞台前方 来 让我们共同面对摄影老师和影留念 记录下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时刻 好 谢谢 谢谢各位 请各位 请各位品牌方落座稍作休息 也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启动道具以下舞台 好 倒下来 好 感谢各位的参与和支持 也让我们期待苏菲早安库为女性带来更多的精彩和自由 好 现场的嘉宾 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关注苏菲官方旗舰店天猫直播间早安库跑过以上价 大家可以来关注购买 好 露丝刚才在直播的时候也有很多的粉丝留言给到你 我们也收集了几条 想让你现场跟他们互动一下好不好 好 我们的第一条粉丝留言是 露丝你好 感觉你每天都活得很精彩 想知道你的生活中会有那种觉得新鲜的事物 可以让你打破认知 打开眼界的时候吗 有的 有的 太好了吗 会有的 就是会觉得 呃 就是会比较喜欢去做一些新的事情 对 比如说你们也知道 我去了人生中第一次密室逃脱 很绝望 真的很绝望 所以下财打算再挑战吗 不 不 但是记忆深刻了 留下深刻的印象了 对 你们玩过密室逃脱吗 我玩完密室逃脱 然后那天晚上被吓的 然后回来之后一直缓不过劲 那天晚上睡好了吗 睡得很好 吓得睡好了 因为那天 实在叫得太累了是不是 跑一路狂奔 而且那只是轻恐 微恐 对 然后就觉得很吓人了已经 但是也算挑战了一样新鲜事物 对对对对对 以前是绝对不会去的 之后可能也不会再get了 也不会再打卡了 好 那么第二条的粉丝留言是 这位粉丝真的是脑洞大开 不愧是我们露丝的真爱粉 我们看到这位粉丝说了什么 她说露丝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发现自己睡醒了 瞬间有了我们的瞬间移动技能 真正实现去哪里都自由 你会最想去哪里 去 去 去下一个我们可以见面的地方好不好 哇 好甜啊 真的是说到大家的心坎里去了 好甜啊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那露丝如果可以分身的话 就是粉丝在哪里 你可以瞬间移动到他们的身边 非常充分 瞬移的能力 瞬移吗 就是突然移到那边 突然移到这边 突然移到那边 照理说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等我把高跟鞋脱一下 马上到大家的身边 超加高跟鞋 直接一个飞跑 全场 全场绕十圈这样 我相信 可能各位粉 跑 我相信各位粉丝 是最希望你拥有这个技能的 他们比谁都希望你拥有瞬间移动的能力 我打算先去练一下马拉松好不好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条粉丝留言 说乐斯自从你成为了苏菲的代言人之后 就特别的开心 你的笑容也真的非常治愈 有感染力 每次心情很当的时候呢 都能够给他带来满满的积极正能量 其实每个月的生理期都是他最辛苦的时候 特别是这一次出差和生理期还撞到了一起 非常的煎熬 可以跟他分享一下你平时拍戏时候 碰上生理期的话 有哪些舒缓疼痛或者心情的方法吗 其实我从第一次来的生理期的时候 就非常非常疼 然后就是会上吐下泻的那种 然后一直到近两年吧 才稍微好一点 其实我觉得因为在生理期 我有朋友就是从来都不痛心 然后他们羡慕疯了 羡慕疯了 他们很难理解 对 所以我想跟大家说 其实可以在我们历假期之前 吃一点热心一点的水果 比如说榴莲 然后呢我们喝一点姜茶 然后尽量要泡饺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如果 你出去不要吃海鲜 我早就不吃海鲜了 对 然后还有就是出去如果 你也不吃是不是 对 良性的东西女孩子尽量少吃 对 然后如果出去 比如说最近 今天上海风就很大 然后你们回去可以拿吹风机 吹一下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一个穴位 然后吹一下就会好很多 好不好 哇 路斯真的是带来了很多实用的技能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 这边吹一吹 很有用 对 这边有一个穴位 对 如果比如说你头疼 嗯 头疼你也可以吹这里 对 所以说不仅仅是痛筋的时候 你头疼的时候都可以吹这里 对 但是痛筋的时候就是还有 我还有身边的朋友 在丽家七的时候 还会那个偏头痛 嗯 然后还会腰酸 然后下坠感 然后腿疼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每个女孩子 最敏感的一个期间 啊 你给我揉一揉 谢谢 很感动 那今天知道了哈 当路斯有了瞬移的能力之后 他不舒服就瞬移到你那儿 你给他揉一揉 对不对 是不是好办法朋友们 好 那非常感谢路斯给我们带来了 这么走心的回答 也get到了很多实用的小技能哈 希望路斯的回答也能够帮助到大家 缓解痛筋的时刻 也希望苏菲的产品能够成为大家 生理期的贴心好帮手 日常呢 除了可以多喝水 还可以用到 路斯分享的一些小技巧 比如说少吃海鲜 啊 有时候可以吹一吹 吹风机吹一吹后面的这个地方 等等 啊 放松自己的心情 也相信在我们苏菲早安库和苏菲超熟睡 安心库的陪伴加持之下 每个女孩都能够活得越来越自在 去专注的投入到更多的领域 创造出更多的精彩 好 那在这里我们的活动也即将接近尾声 但是 有一个大合影环节 朋友们 好 让我们来共同进行大合影 来记录下这个难忘的时光 来 让我们 啊 路斯啊 拿着我们的自拍杆 然后面对大家哦 把每个人的脸都露出来好不好 好 一会儿我们一起到三二一 然后来喊出我们的口号 我可以路上吗 可以啊 好 哎我点路上了 好我们一起喊 早安库在手去哪里都自由 来 三二一 早安库在手去哪里都自由 早安库在手去哪里都自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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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今天的发布会环节要到此蛋糕一个 一个乱段落咯 都市最后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说的吗 你们 我们听一下你们晚上吃什么呀 哈哈 你们晚上吃什么呀 你们晚上吃什么呀 他们说是火锅 受洗烧火锅 烧烤 烧烤 川菜 川菜 下个月成都见好不好 好 下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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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几号啊 今天21号 哦 真的真的真的 29号 成都见 好 好 朋友们下周成都见咯 非常感谢露丝今天来参与我们的早安库的新品发布会 谢谢露丝 谢谢露丝 好 让我们来欢送露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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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好 好 小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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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